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如果中国制造业和出口出现问题,那么影响的肯定是全球经济,全世界人民早就离不开中国制造,所以我们祖国的一份子,我们需要相信国家,相信人民,做好自己,我隔离,不给国家添麻烦,中国加油,武汉加油,那么在家无聊,又没事做,该怎么办? 其实,真正懂得,弯道超越的人,早就行动了,绝对不会,让每一天的时间浪费,那该怎么办呢? 其实足不出户,也可以做很多事,我们很多小伙伴,早就在家移动办公了,很多人,利用假期延长,在家后积勃发,每天坚持学习,这时候就看出来,有潜力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了,也不会起人忧天。 做好自己每一天,面对疫情,我们无条件相信国家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,怎样可以不开店铺,不做平台,不建立独立站,也可以做跨境,也可以赚美金,这就是未来电商发展的趋势社交电商,在家不发货,也可以赚美金。 一关于YouTube,简单介绍,YouTube是全球互联网第二大网站,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,每天据统计,有14亿的浏览量,如此巨大的流量,甚至已经超越了好几个,平台内部流量的总和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,通过YouTube赚美金,美国一位最厉害的播主,通过YouTube,半年百万美金收入。 一句话总结就是,靠做视频,让你走上人身巅峰,比你一辈子上班,打工振的几时,甚至上百倍,我们一直强调流量。 没错,只要有了流量,你就可以即可变现。 YouTube是通过视频,播放前的广告次数收费的,只要有人,看你的视频,你就可以赚到钱。 今天,我们详细学习一下,YouTube的基础的操作和玩法,二如何,通过YouTube赚钱,方法总结,第一个方法,肯定是通过,跟官方合作的方式,来赚取费用。 当刚在前面也说了,它是通过播放,你的视频前,显示的广告浏览次数,从而会给你产生利润。 当然第一步肯定是需要,申请一个账号,然后上传,视频到油管,然后就可以,赚到一些钱。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,一定要自己原创的视频,千万不能够,盗取别人的视频,有一些擦边球,还是有的,但是也不是长久之计,如果大家想真的赚到你想要的高度,我觉得搬运工,可能实现不了,还是要靠自己的原创。 然后我们大陆,是无法参加合作计划的,但是你要是,真的想参加,肯定方法,也是有的,毕竟已经有很多人,在做这个事情,你可以,更改你的地区,比如说选择,香港美台湾当然,如果你有朋友,在国外的话,也可以辅助你,完成这个操作。 第三种方式,就是在于去卖产品比较直接的,也是我们,经常讲的,通过进行引流到自己的独立站,或者是店铺上面,其实我们可以看到,很多的大博主,都是通过送方式,来添加自己的独立站,然后出售些,自己的产品。 第四个就是通过频道,也可以出售,这个是直接性的出售些,产品在你的频道里面,如果,他们喜欢这个产品,或者这个商品的话,就可以,直接进行购买。 你可以为自己的产品,设置一个频道,然后专门去,通过这个频道,去出售。 你的产品,也设计一个自己的主题,这样的话,积累下来形成规模,也可以实现利润。 第五个方法,就是通过像亚马逊联盟推广。 其实我们国内,也有很多这样的方式,很多APP,像淘宝联盟这样子的,通过赚用金的方式,实现利润。 因为很多人,毕竟可能,没有货源,或者是想把整个过程,简单化自己兼职,做一做这样的工作。 所以种方法,也是可取的。 第六个方式,是通过在视频里面做内容。 你可以在你的视频,介绍完一个产品之后,直接在视频里面,也可以添加你的产品链接,或者是你的店铺链接。 因为YouTube,YouTube,它可以在视频上添加外部链接通过链接,可以访问其他的视频,其他的频道,其他的播放列表,还有一些外部网站。 所以你可以直接发布,出售一些产品信息。 这种方式,也可以帮助别人出售产品。 因为这样子的话,也是一种联盟营销的方式。 而且每次的视频也有点连接,还是每次的视频,都。 因为 dzień多来说,我们 municipal人为你很忙碌。 喜欢我们的视频,这是一个视频,来自然这种视频。 关注您的视频。 是非要是没视频道理,你要是book丢联网站。 视频道理,请保证您。